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三章的最后一小节了 地表压力趋势 地表的气压如果下降的话 就是它如果有缩的趋势的话 是天气转坏的典型前照 那这个在17世纪 我们刚开始发展气象预报技术的时候 非常的依赖地表气压趋势这个指标 这边有一个地表气压趋势的方程 这个PS是地表气压 然后它对时间做偏微分这是趋势的意思 这个方程式的概念就是 当你上空的屈指空气柱里面 有空气符合进来的时候 空气的量增加 所以地表气压就会上升 那相反如果你是浮散的话 它应该就会下降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的直接 这个方程式它的物理意义 其实跟精力平衡方程的物理意义是蛮类似的 那我们先来讲精力平衡的意义 它的意义是地表气压是由上空的 整个空气柱的重量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空气柱的温度改变的时候 空气层是变厚的 那变厚的时候 其实它首先变动的是 高层的气压层会被往上顶 所以高层的气压层高度就上升了 但是地表气压其实不会马上发生改变 这个方程式也是一样的 当你空气符合进来的时候 也是先把高层的等压面往上顶 地面气压其实不会马上发生改变 那所以到底地表气压的变化 如何跟这个天气转换扯上关系 因为天气转换通常就是代表你会有垂直运动 所以到底地表气压的变化 怎么样透过符合复散跟垂直运动有连结 然后用它去代表天气转换这样的指标 其实光是从这个复权不太容易看出来 那这边有一张示意图 是典型的thermocycron 就是因为热力机制产生的气旋 这个示意图画的是垂直棚面图 然后这个曲线是等压面 实线这也是海平面 那我们先看左半边的图 就是当你中层可能某些原因有加热的时候 加热的地方气柱会变厚 所以它就会往上顶 把高层的等压面往上顶 所以你在高层就会有高压行程 这里会有高压行程 那高压行程之后空气就往外流 所以会有高层浮散 高层浮散产生之后呢 就会引起垂直运动 所以现在可以看右半边就是下一步了 垂直运动被引发之后 你才会在地面形成低压 那地面低压形成之后 才会有低层浮合进来 所以这个是高层的这个动力过程呢 透过垂直运动去跟低层连结 所以产生地面低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会在第六章比较详细的解释 这边就简单的先提一下而已 那看过这个图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地表气压趋势这个方程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表面上看起来 地表气压的变化 所以时间变化跟它上空的总浮和浮散量有关而已 但是其实中间的发生的细节是看不太出来的 那这个方程式还有一些其他缺点 就是浮一浮散项呢 必须要由偏地转峰那个分量来计算 所以不太容易精确的计算 因为偏地转峰通常很小 再来就是做垂直积分的时候 这里由地表PS积分到大气层顶 就是气压顶顶顶的地方 所以它会有很明显的高地层抵消的作用 我们刚刚看前一张示意图的时候 就是这张图 你高层有浮散的时候 地层会有符合 所以你虽然符合浮散 这个高地层就会一阵一副这样子 那最后你做垂直积分的时候 它会互相抵消